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春琳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中华文化 这个传统文化的国学常识 就是说就是属于 子评八字 以及风水 易经普挂 还有这个姓名学 我们希望借着 我们古老的智慧 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探讨 希望在今天 能够 让大家能够有收获 好 那开始我们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讲说 这个婚姻 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环 它代表了家庭 所以婚姻本身来讲 对一个家庭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婚后的婚姻 还是婚前的婚姻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拿你发展到 一个好朋友的关系的时候 假如说你们是很自然的在一起 那本身那是非常好的 因为结婚 首要的条件就是说 能不能跟对方一起 一起在一起 觉得很高兴 很欢喜 然后相处了之后 能不能坦开心扉沟通 然后坦白尊重 信任对方 得到肯定 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在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讲男怕 男怕入座行 你怕嫁错郎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男你在双方的话 一定要在心灵上 一定要共同追求的目标 他的一个理想跟那个价值观 男女本身来讲 也要好 愿意委屈在婚姻中 守护一生 愿意照顾 这个彼此方方一辈子 所以这个 我们生活上 假如遇到一些冲突 争执 这个是理性 能够理性沟通 用爱来包容 解决问题 那相处上面 会觉得说 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斗气 而且又欢笑在一起 这样的话 有没有 就是能够让这个婚姻 能够更美满 当然男女之间 要彼此的了解缺点 包容 接纳 这个对方的一个缺点 那这样的话 相处上面就非常的好 而且生活上 也要自由自在 常有浪漫的感情 不要在这个相处上面 都彼此耶稣对方 让对方有压力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交往一定要理性成熟 相处 这个相处上面 要彼此给一点 这私隐的空间 所以 古人讲 相爱容易 相处难 我们宴天下有情人 忠诚见数 在这个相处 容下中 能够白头偕老 永异爱和 这个是我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结婚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它是一个 家庭的一个开始 所以在今天 我们也是很高兴 跟大家来做一个 有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个分享 那我稍微介绍我自己一下 我本身是 我本身有30年风水经验 我是黄春林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 全球疫经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 我也是台湾东方 医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现任的理事长 总会长 那我本身毕业于中国南开 这个南开大学 这个经济所硕士 我也是 这个台湾的佛光大学 未来所的硕士 那我本身有著作十本书籍 这个十本书籍 在我们台湾各大书籍都买得到的 这个十本书籍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笔名叫做天机上人 笔名是天机上人 希望各位朋友 台湾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朋友 假如说要想买我的书籍 可以托朋友 到台湾各大书籍 买我的这个书籍 那就是在马来西亚 大众书籍是有的 这个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说我这个本身 就是佛光大学的一个 就是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 这是我的一个硕士论文 这个是 来 这是属于教授签名的 所以 各位朋友 假如说你有这个读大学的 要进研究所的 想要就是说 觉得对这个风水有兴趣的 可以在我们台湾的教育部网站 硕博士论文里面 可以查询我中国传统风水 以未来性的发展 以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为例 这是我的一个硕士论文 给大家做参考 希望我的朋友跟我分享出去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 请帮忙按赞 以及分享出去 分享最多群的 我们今天送 这个价值性 就是如意 这个开印 开印如意义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所以希望我的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你的分享出去 你对你的朋友 是非常有受益的 因为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他的八字 以及他想要一金普挂 这些都可以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 得到一个答案 好 那我就会 就是话不多说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第一位新的朋友 所以请各位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 来 我们先看这一位先生 叶金龙 看一下叶金龙先生 金色的金 龙 天上的龙 好 这是1988年的 这个4月30号 就是生肖属龙的 悟臣 悟臣 然后丙臣 丙臣 然后再来乙卯 这个整个加起来 加起来 天格 天格十六 人格 人格二三 地格 地格二四 加起来总共39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名字的一个吉凶 来 这个叶金龙 人事 人际关系非常的好 这个说 所以第一个 这个人际关系是不错的 人际关系好的 而且婚姻感情也不错 婚姻方面不错 因为他的婚姻感情的方面 是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 这个龙就不是很好 因为他生肖属龙的 这个会造成 我们讲说这个什么 事业中患小人 事业中患小人 而且也有可能学业上也会出状况 因为你今年是三十一岁已经学业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是属于 事业上你有可能会患小人 这个要注意一下 而且这个龙这个字本身来讲 也对你来讲这个我们叫做自行 所以说很容易被自己人 或者亲人所伤害到 所以说这个 那好的开始不好的结束 所以说这个名字 比婚姻有杀伤力 虽然你的笔画术都是极数 这些都是极数 但是呢还是有缺点 所以说做到最后 这个中间的过程不错 开始很困难 开始非常困难 中间还不错 最后结果进来 被人家倒打一把 所以说这个名字本身有缺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本身来讲 因为你是属于三官在这边 这个是你的正财 所以你的财心过度 财心 你的财心本身来讲太多 财多本身来讲 就是在感情上这一块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并不是那么理想 那你的格局中 因为你的土太旺 所以说需要 需要这个格局中 本身来讲需要有精水 所以你五行中 你五行中应该是切精水 所以说精就是你的颜色 就是白色来 白色金色银色灰白 还有蓝黑色 对你来讲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讲的话 在感情上面要注意 亲情上面比较弱一点 婚姻关系 因为这个卯跟层叫做六害 所以说你要注意 在夫妻相处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感情上面多注意一下 所以说你今年三十一 基本上还是不太早婚 稍微再晚一点点就OK了 再晚一两年 大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你要珍惜这个缘分 那这个名字是有缺点的 对你的事业上是有杀伤力的 这个你要注意 好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来分享出去 来看一下 下一位朋友 我们看一下 这是薛林钧先生 我们希望说 那个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直播节目 对大家有彼此的一个这个帮助 来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薛林钧这个小姐 不好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990年 1月17没有超过2月4号 所以生肖属蛇的 集市 丁丑 然后再来任务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薛小姐生肖属蛇的 所以说这个笔画术里面很重要的 这个笔画术里面已经透露说 本身来讲比较完美 比较挑剔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在感情感情的这个世界里面 比较不稳定 所以说这个交朋友方面要注意 这个薛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都是这个属于凶的 本身来讲 这个这个29号这个会比较稍微 我们讲说会比较稍微挑剔 是属于挑剔的一个格局 也代表一种完美 一种完美术 那因为你的财库有点破掉 你的财库本身是破掉的 然后呢 这个什么 子女方面要注意一下 这个子女会比较啰嗦 比较难带一点点 所以说你自己在照顾孩子方面的话 这个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子女比较属于难带型的 那这个蛇 蛇基本上蛇 你用这个 这个灵这个字 基本上还是有缺点 所以说要注意换小人 就是说你要注意换小人 虽然你这个是吐蛇 但是这个吐蛇还是不行 所以说要注意换小人 所以说你的知心朋友应该是少的 所以说你要注意心里会有压力 所以说你假如说你自己有压力 心情有压力还是有烦恼 那这个字产生了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本身来讲 就是说因为你是认命的 认水命的 你这个格局里面因为很明显告诉你说 你本身来讲是喜欢金跟水的 金水 那金水中的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水木 你这个水木最喜欢 水跟木 水跟木喜欢 因为你这个火已经太多了 火本身来讲太多 因为冬天不可无火 但是火太多 所以既然是你的水木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你的朋友方面不错的 因为你是认水命的认水具有包容性 所以说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你都不错的 所以说你好好发挥在人际关系的一个格局 但是你的财库本身来讲守不住 所以你的财库本身来讲是有破掉的 所以说你这个在理财上面你要加强 这个资库本有不多 但是你的八字是人际关系还不错 人际关系不错 这个是可意见的 那在命格中 命格中你这个局 你这个局本身 我是觉得说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格局 不管你的财 还是你的这个印都不错 因为女生 女生假如能够有这个 有政官在这里 能够有政财在这里 财官皆齐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只是你名字上面 你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你适合这个 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蓝色黑色还是绿色的 对你来讲都是好的 这是你的开阴颜色 那假如白的 白的灰白色 就是说或者是金色银色都是不错的 这个是有一些缺点 在薛小姐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后天把它改善就好 改善就好 你八字不错 这个八字不错 未来应该婚姻感情是不错的 所以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分享最多群的 我的两位 我们送了马币价值488的 这个如意义醉 以前我们都要到300位 现在不用 所以说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有金跟银 你注你一下 你要金还是要银 那我们再配合你的八字 这个金银 这个是如意义醉 把你的这个你的所欠缺的五行 金木水火土 还有说你的财官比较弱 怎么样补 我们用开印这个玉醉 来做分下 需要说这个 因为比如说你的八字里面 你缺的五行是正官 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用如意 来帮你化解你先天八字的不够 因为如意这个是属于 叫做世事如意 这个看到万事如意 这个所以说如意能够破解 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包括比较忧郁的 怀恼的压力的 就身上带如意就能够破解 那最好能够配合你的深层八字 所以我们会帮你开光之后 配合你的深层八字 所以你要提供年夜日 假如有时辰更好 那我们是包邮 所以说今天幸运的两位的朋友 我们送这个如意 你要金还是银 你注明一下 那两个都是一样 是价值488的马币 好那我在这边要宣布一下 就是说 这两位是上个星期六的一个得主 这两位送这个五帝钱 跟这个葫芦一个 所以这个五帝钱跟葫芦 五帝钱一串跟葫芦 我们有开光秘宋 包邮送给你 所以请得到分享最多群的朋友 这两位朋友已经得到了 你跟我们PM一下 那你的住址电话给我们 我们包邮送到府上去 当然这个是现马来西亚地区 马来西亚地区 好这是恭喜这两位得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好我们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陈之宇 这个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陈之宇 好这个是陈之宇小姐 1993年的10月29号 所以说生肖是属鸡的 魁友鸡 魁友任须 这个是魁位 好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陈之宇 陈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那个 你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地方是带劫财 这劫财 因为你是 你是什么命的 你是魁水命的人 你是水命的人 水命的人 这个水命的人会比较稍微挑剔一点 有带有挑递有完美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说有些东西你不要太挑递 将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要豁达一点 那因为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夫妻宫啊 这个这两个都是属于叫做三型 三型代表说你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今年26岁 在婚姻这一块 你要特别去用心 用心去注意 就是说可以父母亲可以参考 所以就是说你在身交男朋友之前 要给父母亲看过 或者长辈看过 来提供你意见 你不要太固执 因为你这个魁灭的人 看到喜欢的 就好像深陷其中 这个别人讲都不能欠行你 但是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会在婚姻礼图上 会跌一跤 或者甚至有一些问状况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这个格局里面已经告诉你说 你这个格里面你喜欢的是 就是刚才讲说是木火 所以说其实你本身在讲 你多穿红色粉红色的衣服 你多穿这个紫色橘色都不错的 还包括绿色也很好 你是喜欢木火 那你的名字本身来讲是有瑕疵 非常可惜的 你这个名字是有瑕疵的 那你的瑕疵点在哪里呢 那好又好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原来因为你的名字本身来讲 这个不好的地方是在这个 二十六化这个術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二十六化这个術是凶術 很可惜 所以说这个是会使你的 在感情上面会有挫折 因为你本来就 你八字本来就有那个行客的行 然后你的这个 你看你的格局中 你会发现你这个格局里面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七煞 你的夫妻公司做七煞 不是做正官 所以你是做的是七煞 所以说感情上面又带三行 所以说你夫妻之路 本来就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劫财 这个劫财会你钱会很容易跑掉 那重点就是说你钱跑掉 你要怎么样把钱拿回来呢 所以说你要养成节俭习惯 会理财来破解它 但是重点就是说这个劫财的位置 在业注上面 对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你跟父亲的关系 在沟通上面 在相处上面 你一定要注意 多关心他 多找他 找他聊聊 电话有时候打一下问候老人家 孝顺能够改变命运 所以说这个名字里面缺点在这边 那你这个名字好在哪里 好在生肖 你生肖属鸡的 这个你是水鸡 这个鸡 这个鸡啊 鸡对你来讲的话 你用这个草 用这个汁 这个汁是蛇 蛇跟鸡三额 鸡在草原上不错 鸡喜欢大洞穴 鸡为自己 这个也没关系 所以基本上你的生肖血是可以的 所以生肖鸡OK 但是这个笔画术的胸会伤到你的这个婚姻关系 还有说换小人 但是你这个二十列画是君师术 是蛮聪明的 很可惜 就是说会换小人 在感情上面不够好 因为你的八字 本身的夫妻公不是很好 再加上这个名字的话 变成胸上加胸 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在选择男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来破解他 OK 这个 我们稍微再来谈一下 我们谈一下这个风水 有很多人讲说这个风水是什么呢 古代古人讲这个风水 风水 这个风水 在那个藏经讲 气称风者善 我们再写一下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 气称 气称 称风 称风者善 所以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高楼大厦 我们高楼大厦 假如说 这个门一打开 或者窗一打开 整个气跑到完 那气就散掉了 也就是说 还有就是我们的房子里面 这个穿堂风 就是说大门 我们的大门 直接建到后门 这个一开气就直接跑到完了 或者公寓 公寓的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 跟这个窗户 两个刚好正对 这样子的话 窗对窗 照常能够气称风者善 那为什么讲借水则止呢 借水 这有一句话叫 借水 则止 就是说我们的气啊 我们的龙脉龙气 跑到 跑到截穴的地方 要准备要截的时候呢 碰到水的时候 他就停下来了 所以气就聚了 所以说古人讲说 古人讲风水是什么呢 古人啊 古人啊 古人说聚之啊 聚之死 聚之死之不散 未知风水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什么 我们把那个气啊 祭至古人讲说聚聚住 使他不散掉 那本能行之死 就是说行之死 在跑的时候有停止 有止 能够不散掉 不散 又能够气 又能够在走的时候 又能够停止 这样的话有没有 这个叫做风水 所以说风水啊 所以我们常常讲 风水啊 有什么 有得水跟得风 到底风好还是水好 这边我们来跟大家 来商量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风水老师啊 非常喜欢用水 为什么喜欢用水啊 其实啊 藏经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这个藏经 或者我们讲的藏书 藏书讲一句话 风水之法 这个风水啊 风水之之法 得水 得水为先 藏风赤之 这句话很重要 各位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讲说 风水之法 得水为先 或者是为善 没关系 善跟这个先都一样 所以说一定要 这个水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啊 为什么我们 我们的住家 一定要有这个宜杆 我常常讲 我们用宜杆 我们用水车 我们用啊 用什么 用那个水池 来做什么呢 来造水 这个水呢 因为水本来讲 就是啊 水就等于柴 所以说 这个是为什么说 我们啊 我们去看人家家庭 家里有个摆鱼缸的 摆这个水车在流的 流水的 又在水池 挖水池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风水 在藏经里面一讲 风水之法 以得水为善 藏风赤之 也就是说 水才是真正的 我们的重点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水不是只有 只有啊 就是你的住家的风水而已 包括庭宴的水而已 不是哦 还包括你马路的水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水非常重要 假如说你今天来讲 我们讲说你是坐北 坐北朝南 这个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非常重要的 你的水呢 水一定要从哪里来 一定要从西方来 水要 水要从西方来 这样的水呢 叫做收到先天水 叫收到先天水 就是得人丁 得人气 所以说自然来讲 你的这个事业 就会非常强 所以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水的流走流幼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说 天有三宝日夜星 人有三宝精气神 那地有三宝是什么呢 水佛轰 就是说我们地的三宝就是水火风 其中的水跟这个风非常重要 这个火呢 是不是 是 因为什么 因为火是代表阳光 代表阳光 阳光空气水 阳光空气水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宝 所以三宝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客厅 要明天暗房 客厅一定要亮 因为象征宅主的这个前途光明 象征有没有 象征就是说你的事业很好 亲情非常的非常好 而且代表财路 因为客厅通常都是财位手聚的地方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要注意一下 风水里面水火风 其实是讲的阳光空气跟水 这是非常重要 是我们的这个风水的三宝 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风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门学问 它古代叫做青鸟 就叫青鸟树 它是一个青鸟 古代叫做青鸟之树 后来也讲到也是青郎 青郎之树 后来又变成什么 正式的学名叫做勘语 所以我们风水本身来讲 你说你是勘语学家 你看勘语 勘语后面 这个是雨 就是说 属于勘语 勘语就是我们风水 所以勘查地理 地理的 就是勘查风的这个磁场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风水是什么呢 其实风就是这个磁场的能量 水就是流动的能量 流动变化的能量 所以说这个能量 是只要掌握得住的话 它就能够撞到你好的磁场 能够让你能够扭转乾坤 它的力量是这么强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的这个风水 老师一定要要求你叫 长风济气 所以我们很重要 风水之后 为什么你长风 长风才会济了气 济了气 你的住家风水就是好 所以我们要善用水的能量 但是也不能气散掉 那比如说几个例子 这个长风意思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空气要有 要栩栩流动 假如说我们的楼梯 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楼梯 假如是向下 直接向下的一个 一出门就见向下的楼梯 那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你的气就跑掉了 这个向下的楼梯 这个气呢 我们称为叫做泄气煞 泄气 这个气进不来了 那重点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一开门 我们一开门 绝对不可以向下 向楼梯 同样的有没有 这个我们的 假如说我们的公益 我们公益门一开口 刚好是电梯的 这电梯的开口 电梯 那就变成说 叫做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开口煞 电梯的一开一关 就讲公益的 公益大门的话 见到这电梯口 这个电梯口一开一关 气打散了 气打散以后呢 你这个房子的这个 就是说 就会产生 住在里面的人 就会产生这个 身体上面 运程上面 健康上面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风水 就是气也要给他 就是说 要给他非常的平稳 为什么我们的家的前面 不要有电线杆 为什么 电线杆 跟我们的家人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的 因为电线杆流年到的 又发生雪光 换小人 破财的事情 那因为电线杆 在你家的门口 那个风在吹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 漩涡 漩涡造成磁场乱掉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 就会刻印 换小人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的房子的前面 一定要给他平稳 平整 就明堂看起来 前面的叫做明堂 明堂看起来说 看起来四平八稳 最好是看过去是一个公园 看过去是一个广场 看起来就是说 就是说非常的没有阻碍 那这样就是一个好的风水 当然现在的房子 不可能达到这个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门开在旺气 然后配合水的力量 然后配合这个房子的 这个旺气衰气 死气泄气的一个布局 让这个 门主罩能够合起来 让好像说这一些 这个 我们讲说床啊 厨房啊 这个 或者是我们的客厅啊 门啊 相当我们的五站内府 我们的五站内府 只要归位正常 它就运转顺利 这样的话 用在这个房屋里面 我们叫做会能够 升华我们的这个运程 事业 那假如说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话 那就健康平安 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们的下一个 我们看一下下位这个朋友 那在这个讲之前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请公开分享 这个分享群 分享最多了 我们今天送的是 马币488的这个 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 是配合你的生成八字的 把如意 把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八字里面 缺偏财 我们补偏财 八字 缺什么大运程 应该走 金木水乳哪一个 你就补这个 让你能够走运 就是我们讲说 就叫开印如意 有金色跟银色 两种 好 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 来 林先生 林 这个 义 林义和先生 我们看八话 这个是书五话 这个是八话 看一下 1998年的10月26号 那个乌饮 生肖属府的乌饮任虚 任虚 这个丙武 好 我们看一下这 林义和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八字里面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命主 就是你的日野命主 就是所以你是丙火命的人 活命的人 本来讲 他本来讲是 我们讲说 待人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不拘小节 像太阳一样大耳化之 蛮热情的 可是知心朋友 比较少一点 做事 你要注意 这个做事 比较有三分钟热度 不够持续 做事三分钟 三分钟的热度 好 那这个这样 因为这个这样带劫财 你的五行里面 全部是火 就是 就叫三合火 全部是火一片 所以你叫做生墙 所以生墙 生墙是可以任财官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你本来讲 一到金水年的时候 你就发了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用神 这个是你的用神 用神 你的洗神就是金 所以你喜欢金水 这个金水 所以说你从事 你从事 这个科技类 半导体类 还是说贸易的 对你来讲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名字好不好 这个名字是不好的 因为你的名字很容易换小人 因为什么 非常明显的是换小人的一个名字 而且非常清楚告诉你 你的天格 七克 七克人格 相克 这个的话 在年轻人 在老人家注意中风 那这个要注意交通 交通意外 这个要注意 这是意外的凶变术 它是一个凶变之术 之术 所以说这个是不好的 总共加起来是三十一话 重点是这个名字 因为生肖属老五的 本身来讲 这个意 这里有一条蛇 都不适合 所以说你 难怪你会换小人 而且这个财官都受损 因为老虎根本不喜欢吃这个五骨 跟这个开口 一定伤 所以说你这个名字 根本就是财官受伤 受损 就很可惜 这个是财官受损的状况 所以不是很好 而且你要注意下半身的毛病 下半身的毛病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可能会比较不顺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在 在结婚的那个契约和约上面 可能会有变数 这个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OK 这个名字上面 要注意 意外选况 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下位朋友 我们看一下 这位朋友是 黄德铭 我们看一下 黄德铭先生 道德的德 这个德 明天的名 好 我们看一下 是1973年的 3月6号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奎丑 奎丑 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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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勇 好 这个黄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 你本身来讲 你是属于心精密的人 所以说你是属于精密的人 就是说 要注意一下 这个 你要钱要多赚一点 你这个很容易 为钱环绕 所以说你要注意 这个 钱方面的环绕 把事情 可能有一些事情 都想在前面 所以说你 变成说 你本身来讲 可能在投资上面 会怕东怕西的 你要注意一下 那你的格局 已经告诉你说 你本身 这个 这个是你的财心 我们称为 这个政财 这个是你的实神 实神 男生的实神 代表儿子 三官代表女儿 这个 这个是政财 所以说你政财力量很强 所以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你的配偶 老婆是对你有助力的 这个 这个蛮不错的 你今年46岁 所以你要疼惜你的配偶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这个 你的父亲用带偏硬在这边 这个 这个偏硬 会让你会比较孤单一点 或者孤僻一点 所以有很多事情 不会是跟 配老婆商量 所以说虽然你老婆 本身是不错 可是呢 你有很多东西的互动不行 所以说你要改善他 就对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 因为你这个 就是说你的名字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 假如以名字来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这个名字是一个凶的名字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跟孩子的缘分不太深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这个火都去磕进去了 上面磕下面磕 所以代表说 你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努力 自己打拼 自己打拼 到晚年来讲算了好一点 可是呢 你的本身 也很容易折损小人 所以说 你为什么说 你会有交损友 为朋友牺牲付出 这个要注意有血光意外的意思 那整个来讲 生肖学 会让你做得很累 因为太日夜 不留 没日没夜的 所以说 你这个是 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 而且你的财是属于 只是正财 一分更与一分收获 这个名字是 是打工理性的财 假如是做生意的话 钱赚的比较不多 或者赚到手 很容易留掉财 所以说 给你参考一下 那 就是说这个 这个要注意一下 其实是对你来讲 是有帮助的 是不错的 所以要珍惜 惜福惜严 但是喔 钱赚多少是一个定数 慢慢来 不要把一下子 设的目标太高 不然你老是在忧心烦恼 这个改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心态上改变 你就能够这种转变 这个是 但是这个德 因为这个德里面 对牛来讲 有两个人 牛替两个人工作累死了 所以说你经常是 经常性在付出 经常性在工作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说 比较太认真 可能会忽略的 婚姻感情这一块 家庭这一块 你要注意一下 那交通意外 要稍微注意一下 名字里面有交通意外 小心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朋友 希望我们的朋友 有更多的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讲过了 分享叶多群的人 我们今天会送 这个 就是开如意 我们希望说 这个如意开 这个如意 招财如意 能够让你能够忘财 能够让你这个 这个世世如意 好 我们看这一位朋友 是张加 这个是俊 看一下 张十一画 这个加 加 加这个 这个是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天格地格人格加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十二 人格是二十五 地格是二十八 再加起来是三十九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是男生 这个 二零一一年的八月一号 所以是属于新卯兔子的 新卯 新卯 就是兔子就对了 兔子一味物质 好 这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张先生 张先生你本身来讲 你本身 兔子用加 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兔子 兔子本身用这个加是可以的 所以人际关系上面不错 不过你这个 这个要注意 这个本身不好 所以说你本身的讲 你人际关系方面不错 人际关系很好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ok的 婚姻关系这一块也不错 但是很可惜地方在哪里 ok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个会让你的财观变差 你的财业事业 或者是你学业 学业方面的话就是变弱 所以说明明都会考试 都准备好都会了 但是呢一考以后就变成说比较差 或者是学不能自用 学了半天呢 到最后出社会没有用到 所以说这个是财观跟学业都比较弱的现象 而且这一块 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婚姻 这一块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 所以你整体来讲 你有看到吗 你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都没有长辈方面的帮忙 这个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就是我们讲说婚姻感情的一个破 所以婚姻家庭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这个钱也很容易流失掉 那我们从这个来看的时候 确定有这个问题 虽然你不错了 这个是这个是你的正裁 你为什么 因为你是做正裁代表 其实你本人的钱不会缺 蛮不错 但是你会不会把钱 就是什么 能够会用 这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子跟卫是什么 行客的行啊 就是六害的害 就是害 很可惜这个是害 所以害的话 就被人说有阻碍 所以在婚姻感情这一块你有阻碍 但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还好你就用这个家本身不错 但是这个菌就不能用了 这个菌因为 因为兔子本身来讲 并不适合这个字 君王啊 这个呢 都是产生 还有这条蛇 这个是蛇的意思 这是君王 你看看 君王 因为蛇专门吃兔子 这个是兔子 那你想想看 你到最后结果都不如意 到最后结果 开始还可以 过程也不错 最后结果呢 没有拿到 比如说你谈忠语 以后长大 以后考试 重要考试考得不好 平常考试考得不错 一重要考试就挂了 或者准备要升官升迁了 但是呢 就会有变数 这个是名字上的一个缺失 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看下位朋友 这个 我们看一下下 我们跟下位朋友 陈俊 这个陈俊伟 我们看一下 来陈先生 陈俊 这个伟 因为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这个格集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你的天格地格人格总格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前面性的来看它 我们千万不要 我们千万不要 就不要从子重是什么 子重是生肖学 就是答案是错的 自古里面 子重 子重生肖 子重生肖学 是不完美的 所以说 你的名字 是不完美的名字 所以说 我们的名字 一定要记住一下 我们生肖要看 笔画术要看 这个五行相生要看 而且反正有没有裁割 有没有走运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 不是只看生肖 我们这个陈俊伟 这个先生 是2008年的 2008年的 就是1月22 所以他没有超过 2月4号 所以他是生肖属租的 就是丁亥 魁仇 再来就是 辛勇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生肖属租的 记住 属租 他其实用这个菌不好 这个尾也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做 人即吃租 人即吃租 整个 然后这个又出头 帮人牺牲付出的 所以说 这个已经告诉你的 这个 做了半天 这个做白宫 就是说 婚姻关系 要注意一下 这个婚姻方面 是不利的 这个要注意 婚姻关系不利 今年12岁 这个婚姻方面不好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财库也破 所以父母亲 要管制他的钱 不要让他钱 很爱花钱 就糟糕了 第三个 根本就是换小人 所以说 还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看 晚年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说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一定要注意一下 同时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 因为他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我们看一下这个 因为你是属于 心 精密的人 精密 这个五行 喜欢 他用神在这边 他用神在这里 所以说是喜欢 木跟火的 所以说 我们这陈俊伟先生 多穿什么 红色 混红色 紫色 橘色衣服很好 包括绿色也很好 将来假如有机会 可以去做律师 可以去做电子行业 或者是食品 或者是餐饮的厨师 还包括工程师 设计师 他都可以 但是这个名字 对他杀伤力太大 因为年纪还很轻 所以说 要很注意 要很注意 在感情上面 还有在交通上面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名字上有瑕疵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下一个朋友 庄司翼先生 我们看一下 所以各位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有 越多的朋友来分享 就是说 就是说 希望能够对他有帮助 所以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 所以能够帮助你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983年的 这个3月15号 就是说 生肖属株的癸汉 癸汉 癸汉 然后任寅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属于水珠的 癸水 这个水 这个水珠 珠 珠本来讲 他用的这个是 这个本来 这个世界 是讲 世界是讲平原 所以珠在这边的平原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他的过程还是不错 但是最后结果 都是牺牲付出 因为珠不能当王 这个欲也是王的意思 所以说通常都在牺牲付出 所以做的判断是帮人家打江山的 这个牺牲付出的 所以说 所以为什么呢 钱呢 留不住 才来才去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笔画数本身来讲 本身来讲不够好 像地格是实化 这个实化本身是凶的 这个人格还不错 这个是18 这个天格是很好 十四化 但是很可惜 这个人格产生不了作用 因为被这个 被这个十四化的火 去克这个金 完全被克伤 所以这个18的成功数 化挥不出来 非常可惜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就是不理想 所以你看生肖学不对 那笔画数凶 然后五行相克 所以你想想看 他财官是不是很辛苦了 所以说 将来在事业上 在学业上面 本身来讲 都会比较辛苦 要付出辛苦的代价 这个 那我们从这个来看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格局里面 却很明显就是欠火 他的火是藏在这边 一个丙火藏在这个地方 但是火太弱了 所以说因为欠火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五行告诉你说 他喜欢的是火跟土 所以说庄先生 你本身来讲 你可以在中南部发展 我建议你往中部 我们的中马或者是南马 南马就是这个就是柔佛 新加坡 这个这边往南走 这个是对你有利的 有利的 中马 KR吉隆坡走也是很好的 OK 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这个名字上会比较吃亏一点 这个是 所以说各位朋友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在跟人家取名字的时候 一定重点在哪里 就是取名的规定 第一个一定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这个生成八字 所以说 所以说你假如说 你给人家取名字的时候 这个老师要会算命 不管他用指挥斗数 或者指平八字来算 他假如会算八字算命格 他就可以取名字 因为名字是后天 八字先天 用后天 来补先天的不足 所以说 一定要配合生成八字 这个在取名字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 还有 一定要配合生肖 我们都知道 这生肖学很重要 生肖 你不管生肖是属老鼠的 生肖是属牛的 这些他的喜剂 他喜欢的你都要注重他 这是其中一种 但是要注意一下 生肖学是姓名学的其中一个考量方位 只要说你只是考虑到姓名学的 生肖学的一个喜剂 那就好了 那你就大错都错了 因为你还有什么呢 你还有这个笔画术的吉凶 笔画 你笔画都没有考虑进去 这个是古代传下来 就自古 传了三千年的历史 都已经有了 笔画要全部都吉 你有吉吗 然后你的五行 金木水里有没有相生 有没有相同 有没有相生 这些都决定了你的名字的一个能量 还有说名字有没有财格 很重要 你有财 有这个偏财 你就能够投资做生意 你有正财 你就能够努力 就能够得到收获 然后呢 你有没有走运很重要 因为名字里面有走运的话 他会快速的 补救你的名字的吉凶 所以有的名字 为什么取了以后呢 他在走运的时候很快 有的是三个月 有的是两个月 它就产生感应 但是普通 改完名字后 大多是在四个月到六个月 产生作用 但是方法要对 方法错 你使用没有起来 你还是比较慢 比较慢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取名字非常重要 假如说 你要取名字 要改名字 一定要配合这个六个元素 我再跟各位朋友讲 改名 我在这边讲 就是说 你不管你今天是取名 给人家取名字好 或者是说 你改名也好 就是说 我们希望 你用前面性来看它 前面性的 前面性的 就是配合你的生成八字 就是你的出生的 农历的年夜日时辰 那生肖学 笔画前级 五行要相同相生 要有财 要有走运 所以说 假如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联络一下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呃 微信 微信号 是master master3268 小写的master3268 假如说 各位朋友 假如说你要 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联系 哦 好 嗯 我们再来 再来看 这个风水 我们先把这个 风水 本身来讲 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好 各位 我们稍微要提醒一下 这个 我们风水里面 风水 这个 上次有稍微讲过了 这个风水 不过我们快速再提过 这个风水 入门 入门 山不见 我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入门 入门不见 不见不见的这个厕所 这个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厕所 有没有 各位朋友 我刚才我大概有提过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所以重要的东西 我们再提一次 厕所 厕所 各位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厕所 我们一入门 我们大门 一进来 直接见到厕所 或在旁边厕所 都不可以的 然后厕所 在中间 糟糕 厕所不可以在中间 厕所 在中间 然后会怎样 这个 这个代表说 男人 这个 这个影响到 影响到 影响男人 就是影响到宅主 宅主的财官一定受影响 没有运 或者出 家里可能会出一些懒惰 或者出一些 财官 变成有阻碍 不顺利 所以 我们的朋友 要注意 厕所不要在中间 厕所不要接近门 厕所不要在正后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提醒你 我看过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是说 有不少的家里 厕所是在正后面 各位 为什么 厕所不能在正后面 因为我们的容脉 容器 我们的容脉 是从这边进来的 假如说你厕所在这个地方 在你的正后方 会怎样呢 各位 你会发现你的孩子 通常男生影响比较大 男生要考重要的考试 国家考试 重要的大学考试 诶 糟糕了 就出问题了 然后 准备要 宅主啊 男主人 准备要升迁的时候 奇怪就是有阻碍 所以说这个 这个位置 升官 不利 考运 不利 所以要变得很费力 非常费力 所以记住这个厕所 在这影响力很大 那在这里的话 也是一样 老是在换小人 甚至有官妃 甚至轻微叫做换小人 然后呢 家里的肠胃 副科下半身老是有问题 肠胃 这个肠胃 出状况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入门不见厕所 那厕所布在这个位置都不好 那请问一下厕所要在哪里 各位朋友 厕所一定要在 原则上 它原则上 这是原则 因为我们看过去 这边叫做龙边 龙边不可以建厕所 虎边呢 可以建厕所 但是不是在前面 而是在中间之后的 这个量是最好 给大家做一参考 第一个 入门不可以建厕所 因为污秽之气 扑面而来 你想想看 会客商宅主 和客商长子的事业 也很容易换小人 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这第一个 入门不见厕所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 希望我们说我们的朋友 就是说 要把这个风水一定要注重 我们讲 一命 二印 三风水 非常重要 所以有朋友在问 厕所对的房间好不好 当然不行 这个会影响到 运气跟什么 跟那个 跟那个什么 那个身体的毛病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的厕所 我再延伸一下 这个厕所 第一件事情 再跟大家再讲一次 虽然不是入门 第一个 我们的炉灶 我们的灶的后面 灶的后面 不可以是厕所 我们在煮炉灶 在炒的时候 我们也会靠着墙壁 墙壁的后面是厕所 那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 你看这样子 假如这一间 刚好是厕所 在这里 那我的炉灶 我的炉灶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这样行不行 就不可以了 这样的话 有没有 这样的炉灶在这边的话 女人会生怪病 女人会生病 这个病 这个病会变成怪病 因为厕所是污秽之气 影响到灶神 因为灶有灶神 灶有灶神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我再强调的 我在强调 这个厕所里面 不可以放什么东西 各位朋友 你知道厕所 不可以放烘干肌 烘干肌 注意一下 这个烘 烘干肌 烘干肌 因为为什么 烘干肌 或者是洗衣机 很多人喜欢把洗衣机 烘干肌 在里面 因为厕所就好像我们的肾脏 对 膀胱 你在那边搅动搅动搅动 所以经常 不是洗肾 不然就是 这个 这个 泌尿系统 妇科 肠胃 肠胃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 女生方面的毛病 或男生方面的泌尿系统 出状况 所以各位朋友 要注意一下 厕所不可以放烘干肌 不可以放洗衣机 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非常重要的 这是 所以厕所 假如对着房间怎么办呢 用布帘遮起来 用那个窗帘 像那一片窗帘 布帘遮起来 就是两片窗帘遮起来 那我 我建议你 最好 再加上 有没有 放五地钱 所以说 万一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厕所 厕所已经对到 房间门了 都不能改了 这时候你记得 一定要用 这个 叫做布帘 我们一定要 我们要把布帘 把它这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 我们要用布帘 布帘 第二个 它的门楣上面 再加五地钱 来保护它 五地钱怎么放呢 五地钱 在门楣上面放的方法 是由幼而左 所以说 顺治 康熙 庸正 乾隆 家庆 我们不要用六地钱 因为六地钱的话 那个道光 道光是各地赔偿的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六地钱 五地钱是 顺治康熙 庸正乾隆 家庆 是清朝最旺盛的时代的钱 什么叫五地钱呢 就是这个 叫做五地钱 各位朋友 我们就用这个五地钱 把它拆开来 顺治康熙 庸正乾隆 家庆 顺的字头 要朝上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家来破解 家家固灵来破解 就是非常好的 这个很重要的 那再来 有朋友问说 来 有朋友说 黄门去对道 黄门去对道这个 这个厨房 那本来火气大 那个有时候会得心脏的毛病 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各位 所以那个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黄门 我们的黄门 不可以什么 不可对道 不可以对道这个厨房 不可以对道厨房 会刻意心脏血压的问题 心脏血压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还有刻意什么 情绪 你们老是见到那个火 因为厨房是火嘛 火气大 所以老是情绪方面就出问题 情绪 情绪不好 这个 这个EQ 就是负稳定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要注意一下 所以厕所里面 假如说是吹风机 吹头啊 那没有关系 它是小的东西 没有震动性 你知道烘衣机 跟洗衣机 它的能量会震动到地板 所以基本上 它是大的一个形状 是不可以用的 假如你只是吹风机 那没有关系的 厕所里面放吹风机 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小小的东西 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身体的毛病 所以请大家放心 所以说就告诉你说 这个 所以厕所本来讲 不可以 就不可以什么 炉灶不可以这样放 第二个 第二个 灶的后面不可以厕所 那厕所里面不放 不放 不放这个洗衣机 我们刚讲过了 很多人换一个错误 老师有换洗衣机 或者烘干机 这样的话 当然它就出问题了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厕所 厕所的门 因为它是晦气所在 你要注意一下 它不可以对到 不可以 不可以对到 不可以对到 任何的房门 任何的房门 只要有人住的房门 通通都不行 第四个 这个厕所 不可以 就是我们的神位 我们神位的后方 神位的后面 不可以是厕所 假如室的话 宅主都会换小人 宅主都没有孕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说非常重要 所以说 神位的后方 假如是厕所 那是不可以 直接面对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举个例子 我现在 你看 我假如说我今天来讲 我的大门在这边 我进来的客厅的门在这里 那我的神位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大部分神位都放在一进门的地方 大部分 大部分 一进门就是神位在这里 那神位的后面 我刚刚讲过 假如说去厕所怎么办呢 各位 你中间要空一个东西 中间要空一个 空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就没有 这样就没有关系 中间有一个走道 中间要空一个走道 或者是多一道墙 这样的话就能够破解 神灵的后方是厕所 影响到家运 影响到宅主的运气 这个给大家做参讨 因为这个时间 我等一下再讲别的风水 我先批算这个名字 有关于名字 部分 还有就是说 那个 易经普卦 易经普卦 这个 假如说你 我们有这个 我们在 这个 我们的里面也有讲到 易经这个张谱这个部分 所以说 你要很 你假如说要易经张谱 我强调了 心诚 心诚 心诚者灵 假如说你诚心考卦是不可以的 已知的答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基本上 你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很诚心的来问事情 然后你要问 比如说你想要问感情 你要给更感情 还是你要问 你要问 这个财运 财 财运 还是你要问 这个旅行旅游 还是要问考试 这些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的 考试运 怎样都可以 但是记住一下 最大的原则 心诚者灵 心诚者灵 然后你想 很静的想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谱卦 这个张谱本身来讲 我们有这个 就是有六摇卦 这个六摇卦太会神 所以我不能在这边表演 不可以流摇卦 那个时间太多 第二个 可以用梅花艺术 用梅花艺术 那我现在 我用简易的三字谱 现在目前我们的节目 采用的是三字谱 将来有多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用梅花艺术 或者六摇卦 来跟大家做交流 但是现在 因为我有太多的朋友 进来要问卦 问事情 问名字 所以说实在 时间不够 我不能慢慢耗 所以说 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各位朋友 请帮我这个按 按赞跟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这个 我们有送这个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是什么呢 这个如意 就是我们配合你的八字 我们补你的这个 就是说你的八字的不足 比如说你财不足 那有的人婚姻不好 有人没有看到婚姻 有人没有看到子女 有人没有看到孕成 好我们把它补起来 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开如意 这个令有一个洞 这个洞是什么 我们要放它的一个 这个你的五行欠切 切火 我们补红色的 切甲 我们补甲 甲可能是你的 女生的正观 甲也有可能是财 甲也可能是 你的读书的关心 这个带来 就是说 这块地支 要补什么 对你来讲最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就是说有 有机会把我分享出去 就有最高的两位 就可以得到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 这个如意非常重要 对 就是你可以带在皮包 可以放在神的前面 让你能够事事如意 放在皮包 就是说 让你能够补你的八字 运程 是不错的 很好的 所以我们是包邮跟免惠 我们免惠包邮送到你府上去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下 那我们当然也是恭喜 这个星期六 这两位朋友 就是有获得这个 武帝钱跟俘虏一个 这两个 两个一起送的 武帝钱跟俘虏 希望挂在房间 或者挂在你的门的外面 让你能够招财尽宝 然后能够化煞平安 然后挂在房间是健康平安 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看下一位朋友 来 这个 我们希望啊 有沟通的朋友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分享 那你的朋友 假如要问事情的 你请他分享 按赞分享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 来这个 分享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这个益金普卦 或者是姓名 还有八字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叫做叶平慧 这个小姐的 我们看一下叶平慧 叶小姐 叶45话 这个瓶 苹果的瓶 这个 不管你今天是用这个瓶 我们依然还是算22话 不管你用这个叶 我们还是一样算数话 因为我们是根据康熙字典 过来的 所以 所以我们要改成这个繁体字 来算它 才可以的 这个 这个是叶平慧小姐 他是1989年的2月9号 超过2月4号 所以生效是数 蛇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叶小姐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婚姻 因为你今年是30岁 那希望你在不敢是婚前婚后 你一定要顾好你的婚姻 为什么呢?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你的三观 因为这个地方是夫妻宫的位置 你是属于精密的 你的脾气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非常的正直 正直中带刚强 比较刚强性 你要注意一下刚强 因为你带三观 这个三观 这个三观会伤害到 在夫妻情感上面 不是那么好 然后你要顾好你的家 因为这个像引而引四身 这是三行 行道 所以说跟父母亲的关系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善 想办法去改善 当然你跟父亲应该是你的贵人 应该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 这个是代表就是你的我们叫做偏观 我们叫做七善 这个是你的正印 观印后面都有 但是你为财有没有 财也有 你的偏财在这个地方 所以财观印你都有 所以说其实你的八字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注意婚姻感情这一块 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个名字对你好不好 我马上来做一个印证 看看名字的吉凶到底如何 我们看一下 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带给你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识 那名字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名字基本上它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的笔画术 全部都是吉的 是代表一种好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看 它都不错 你看笔画术一定要全部都吉的 要顾好它 然后五行呢 五行呢 土来生金 或者土来生金 金跟金相同 这个笔望 笔望一起相同笔望的金 是很好的 那蛇呢 蛇用草 OK 蛇用这个布是蛇 这个叶是龙的意思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叫做 我们叫做 上面这个像一个草的东西 它是一个栏杆 所以是倒地山 这个心肉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朋友 不错 不错 这个真的 有顾励到 这个 顾励到有财 顾励到笔画术 顾励到它的生肖学 这个很好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补它的不足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三观 这是命中带来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名字 好的名字 没有问题 是OK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马 这个马敬 马敬汉先生 马敬汉先生 是1962年 这个十二夜 这个十八日 我们知道 是收校主兔子的 葵 葵 葵 甲子 甲子一味 好 这个和俗话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就可能不理想了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它这个名字 不是很理想呢 因为这个马敬汉先生 你今年是56岁 56岁 那56岁 跟这个 跟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点在哪里呢 原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字 所以说马敬汉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 我再跟你强调一下 56岁的时候 是走到这个运势 这个总隔 这个啊 总隔是从56岁开始走的 这个变成什么 凶 所以你未来的 财官应成是凶的 财官后面 变成凶的 原本是急的 变成凶的 糟糕 所以说 你要小心 这36岁 会影响到你的婚姻关系 影响到你的这个 财官 财运跟事业 还有影响到你的这个交通意外 所以你出门在外 你一定要顾好自己的 这个安全 要注意一下危险的地方 不要去 不要去冒险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从56岁开始 你今年刚好走56岁 开始在走弱印了 走凶的运程了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本身 你跟你的父亲的眼 可能不深 这个你自己要 要去想办 因为你都带劫财 所以你的钱呢 应该会留不住 这个钱后面 赚钱会比较辛苦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的财不见了 但是你还好 其实你的配偶对你不错 可是你有没有珍惜 这很重要 因为下面是你的 这边是你的偏财 财心是你的配偶 但是因为它是六害 六害 这个又是什么 又是行 所以说这个三行跟六害都在 代表什么 代表说马先生 你本身 你的六亲眼保 所以你要注重跟父母的一个关系 跟长辈的关系 同时你兄弟姐妹 以及你的妻儿 东东受受影响 所以说我只能奉献你一句话 要注意 六亲 你的六亲 你要多关心 你的六亲是眼保的 甚至我可以讲说 它有型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要注意 你的财 就是你钱 让你给老婆管 也是不错 或者贡管也很好 但是你毒管 就可能会 财会散掉 这个名字开始走衰运 所以说 不是很好的一个名字 所以说 事在人为 你一定要多行善积德 把家里先好起来 是非常好的 所以 为什么说很多 很多时候 我们努力奋斗 别人看着别人成功 但是 就是说 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 会很辛苦 就是说 因为 中间有个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命运很重要 我们要知命长运 就是非常重要的 命运是超支在自己手里 我常讲 三温天注定 七温靠打拼 但是 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缺点 你改了没有 比如说 我们的马先生 你的这个都有 勤克很重 你对老婆好了吗 你对孩子关心了没有 你对长辈 父母亲 你有孝顺了吗 当然你可能讲说 会有 可是到底够还是不够 还是你自己认定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命中不好 我们后天去改 我常常强调 假如说你这个 你是属于孝顺的人 或者你是行善积德的人 或者你情绪管控好的人 你通常来讲 基本上你的贵人就很多 你的成功机会就比别人大 那你碰到什么事情 都会有贵人帮忙 所以说这个名字不好 所以改一下 包括这个汗也不能用 这个汗就是什么 就是有水 兔子根本就是怕水 所以说这个汗是不能用 所以钱流失掉 这个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朋友 是赖柔晨 赖柔晨小姐 看一下 所以我们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老祖宗的智慧 所以我们希望说 朋友们一定要 一定要来这个 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让更多人来参与 其实你是对他们好的 对他们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 基本上 这个比划数都不错 我们继续再看 这个是1991年的女生 10月29 所以说她是 腥胃是属羊的 腥胃物虚 这个妊娠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赖小姐 你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来 你这个羊 羊本身来讲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 要注意一下 这个羊本身来讲 用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矛盾的矛 矛盾是武器 所以这个武器 就会伤到什么 基本上 她就会伤到 伤到这个婚姻 所以说你用这个字 有没有 其实是伤到婚姻的 但是人际关系方面的话 OK 人际关系方面的话 本身来讲 这个是木 不错 因为木 代表兔子 兔子具备有 所以三合 所以因为有三合 所以有伤到 但是不是很严重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的婚姻关系 OK 然后再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因为有三羊 所以三羊 还有这个是 这是属于 等于说 一个 房子 这个房子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柴官后面没有问题 但是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这里是 这里是七杀 看一下 这里 这里也是七杀 这里是正官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 你的格局中 你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因为你这个官杀太重 官杀 官杀太重 所以说这个 这个官杀太重的话 本身来讲 要印来补他 所以你的印在这边 你有一个偏印在这里 但是偏印是孤独孤单 所以说 虽然有这个 有这个七杀 来伤 但是你有印 会减轻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 有带孤单的意思 所以说 你在婚姻关系这一块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个 这个的话 因为你的流年 因为没有看到你的这个 因为你今年 今年是务虚年 今年是务虚年 那务虚年对你来讲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 所以你今年流年好不好 当然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今年叫做土年嘛 这个土 跟这个 相同 所以说是你什么 更见你的官杀旺啊 官杀旺的话 你这个 这个润水受不了 所以说 你的事业财观就不好了 所以你今年不好 是因为 你因为你走的是要做务虚年 今年是狗年的关系 你明年 你明年 就会稍微 好了 明年会好 因为水对这个润水很好 所以我相信 这个过了历春之后 你的运气应该有转变 给你参考 但是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要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 我再跟你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会影响到你什么呢 21岁到40岁的运 所以这个地方 会有点影响到 给你参考一下 我们看下一位朋友 这个是柯子亭小姐 我们看一下 这是2002年的7月4号 我们看一下柯 柯是九号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改过了 不然这个钉子的纸都出现了 代表显然 这个名字是改过的名字 那到底改得好不好 我们来看 到底好不好 所以2000年的7月4号 我们看一下 任武 丙武 这个是柯小姐的 柯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名字改得不是很好 或者是你原来的名字 命名的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是马 这个马 马不可以跟这个子 这个老鼠子武正充 所以说你这个 这个会破你的婚姻 所以说你的婚姻功非常危险 婚姻方面是有破的现象 所以这个位置会影响到你本身 即将要来到的21岁到30岁的运程 非常不好 这个要特别小心 虽然这个婚姻对你来讲是不错的 可是你看你的问题点 你不是只有生肖不对 你连那个笔画数都出问题 所以说你这个要非常小心 你看这20话是凶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26话也是凶 所以晚年了好 总格了好 这年轻不好 其实都有瑕疵 虽然你的人际关系还不错 但是有没有 但是毕竟这个是凶 这个是凶 这个对你来讲 火炬有杀伤力 所以你为孩子都付出蛮多 为这个家庭付出蛮多 所以这个名字本身不行 所以你的喜神呢 你本身来讲 因为你的格局中还是喜欢金髓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你穿白色 白色 灰白色 金色 银色 或者蓝内色 对你来讲很好 假如说你要发展方向往北马走 是不错的 不是好的 但是这个名字 可能要修正一下 因为笔画不对 那个生肖也是错 所以说大大影响到你的婚姻感情 跟你的财观 所以说这个是不好的一个名字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个朋友 是代 代数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到底 对有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看 来知道你的名字 跟你的八字 我们来分析一下 看一下这个代 代数分 这个是18 数是10话 分 这个分是12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1981年的6月15号 好我们看一下 辛酉 辛酉 甲午 这个甲子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小姐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八字 来 你代 你这个是代三个花 所以三个什么 三个桃花 要注意 三个桃花 这个桃花 应用了好 是人际关系很好 代表你四面明容 所以说你可以做传销 做第一线人员服务业 这个蛮不错的 因为 但是你要注意 因为你是直五冲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你的妻 夫妻宫的位置 现在夫妻宫 被旁边这个地方 被冲掉 被冲了 所以你的婚姻 局局有危险 所以说你今年38岁 在结婚之后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婚姻 所以对跟老公方面的相处 要多沟通 多互动 多体谅 多关爱 来破解 用后天的这个努力 来破解先天八字的不好 这个要特别注意 你本身来讲 所以说你的 你当然喜欢的是 你当然你的五行喜欢水 精水对你来讲 精水对你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精水方面对你来讲 所以说你喜欢白色 灰白色 蓝色黑色 对你来讲是好事情 但是这个名字对你好不好 事实上这个名字 对你来讲是有瑕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生肖属鸡 你是属于金鸡 你是金鸡 金鸡用这个树 这里面有当家做主 这个变成说 就变成为老公 为男朋友 叫做牺牲付出 牺牲付出 这个 这个要注意 然后你的笔画术 根本都是凶的 这个术根本就是别离术 根本 所以说你的婚姻 是真的是受到挑战 所以说这个名字 怎么看都不对劲 所以说代表你在改 你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生肖也不对 为什么生肖不对呢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鸡不可以有刀子 刀子变成你下半身会有问题 你最后财库也被破掉了 所以很可惜 这个名字的话 都是凶凶凶 就外格级 外面的级而已 其实这个名字完全不符合你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一个修正 要特别做一下婚姻关系 还有换小人的事情 要小心 好我们再看这个新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朋友他问财运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位朋友要问财运的事情 他给的答案是677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OK 我看一下 来 上面没有洞 二窯边洞 洞窯在这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 来 他因为什么 他是 普的卦象 叫做 砍为水卦 砍为水 注意 砍是什么 砍为水卦 本身来讲 他是一个漩涡 他这个水啊 这全部都是水 所以水形成 水方面 有危险 他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 是一个漩 是一个漩涡 是一个漩涡 所以漩进去了 所以代表你的财运困住了 困了 所以说代表什么 在讲到财的时候 是不好的 小心就是损失的 所以说本身来 不好 他是属于什么卦 四大难卦之一 我跟你讲 他是属于在异心学 里面叫四大 他是一个四大难卦 所以说遇到这个卦 不好 所以说你要不断的努力提升 提升之后呢 才会什么 到最后什么 靠你自己后面的改变 自己小心翼翼 到最后是水 地 壁 这非常重要 这个笔是什么呢 上下笔合 就是上下 这个笔是上下笔合 就是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笔合 所以说这个字的话 经过你的努力方面的话 这个是在运程来讲 叫吉祥如意 所以说在财运上面的话 这是好的 代表说有贵人帮忙 所以说这个也告诉你说 这个也告诉你 你到最后要清净贤人 有能力的人 清净贤人 你就能够成功 就是意思说 早 你虽然陷入困境 那你怎么样把它 怎么变好呢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贵人帮忙 所以你必须不要自己忙动 这样的话就不好了 OK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问财运的 我们看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我们看一下 这位朋友呢 他问财运的话 他是给我们三个数字 叫做134 134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挂象之后 是属于这样子的 叫做钱 这是更 钱代表天 更代表山 天山 所以在这天山 天山盾 这是盾 然后变窑 我们看一下变窑 这变窑就变成这个 我们看一下他的窑度里面 在第二窑度变 我们看一下第二窑度 第二窑度变 那就是钱 钱代表天 这个殉 殉 殉代表封 就是天封 够怪 天封够 好 那到底说他的财运 到底怎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天山盾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天山的盾 这个字本身来讲 他就是什么 他说君子变成在也了 君子在也 所以说代表说 这个字本身来讲 就是退隐了 盾 盾就是盾起来 就退隐 隐退了 退隐了 隐起来了 所以代表你的财路怎么样 财迹不起来了 这个财迹是凶的 财迹 所以说你要问财运的话 你要小心 不好 很容易有没有 听别人意见 结果吃亏了 因为什么 君子不在位了 因为盾 天山盾 这个不在位了 所以说财运不成 会有亏损 所以说你要小心 后来变窑之后 会变成天空财 这个财夸 这个财夸 这个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 拟射或者拟惑 天空财夸 因为天空财夸 这个小心桃花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财 就是遭遇到 就是男女之间的香蕉 叫做财 那财的话 就小心拟人 所以说要注意 但是也有可能被下属陷害 要注意 这个财也可能下属 下属谎判 下属陷害 所以你问财运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财 有没有人要注意一下 有关于女生方面的事情 你要小心 所以说这个财运是不好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财运不好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说这个朋友 在准备要改变财 或者投资财的时候 这个财运后面要谨慎 现在不是时机 不是时机 好 再过来 我们的朋友讲说 这个 假如说这个楼上厕所 对的这个厕所 是对的楼梯 其实 那是设计不好 就是说 你上楼 这个 就是说你的厕所 有的人是厕所 他是对到 这个楼梯 他是对到楼梯 这个 这个风水还不会怎样 他是 这个 就是要设计 就是要设计不良 是这样子的 他并不是 不是风水的问题 他是设计不良的 好 那再过来有讲说 这个厕所 放这个洗衣机 因为没有多余的空间 有没有什么办法破解 这个 这个就比较难一点 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有时候 这个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什么 厕所 厕所本来讲 因为他现在放了洗衣机 洗衣机 所以 这个 已经放在这边了 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这个 你放洗衣机 他就每天都在震动震动 因为他也没有空间可以放了 那 那这个 这个厕所在这边 要 要怎么样破解 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 所以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洗衣机本来讲 算是火 这个是水 所以 所以我之间 麻烦你画一个 这个 我们讲说 黄金格 用那个 用那个绿色的东西 来破解它 用绿色的 第二个 第二件事情 除了用绿色的 我们讲说 黄金格有的 就比较容易 这个能够 反正绿色的植物 放在这个 里面可以 那 这重点就是说 这个还不能破解 所以说 你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健康 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来自炉灶 就是说 你的这个厨房的炉灶 到底对不对 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的黄间 就是说你的床 床部 你的黄间 假如你黄间算对了 收到忘记了 这个就可以破解 所以说 还有一个破解方式 就是你的卧房 就是主人 男主人的 男女 就是主人 主人房 主人卧房 的床很重要 这个 假如睡对了 就会减轻 它这个的一个凶项 给你参考 那再过来 对 这个 我们各位朋友 讲 黄金格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这黄金格 就绿色 绿色植物 这绿色植物把它放在 这里的 就是说 厕所的地方 它可以帮你化解一些煞气 然后 记得 这床方面 把它放好一点 就没有问题了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家里的柴位 可以放这个水 水龙吗 什么东西叫水龙 我并不清楚 是水龙头 水龙头是漏财 水龙 什么叫水龙 假如说它是一个龙的形象 那没有关系 那假如说是鱼缸水车 那财位在哪里呢 可以跟大家讲 财位当然很多种 但是我们都知道 假如说我的大门在这边 我大门 我进门 我进门的这个斜对角 这个位置 就是我的财位 这个财位 所以财位的位置 第一个 第一个财位 一定要亮 明亮 代表你的财非常好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位置不可以压凉 你假如压凉的话 这个财就不行了 第三个 这个财位 不可以在楼梯下面 梯下 被能压住了也不行 再过来 这个财位本身来讲 它这个财位 不可以放热能的东西 比如说银水机 银水机 这个银 银水机 热的东西 或者电热炉 电器 电热 电热炉的话 都不可以 还有 有一些人他不知道 他就把它放了 垃圾桶 糟糕 就是说 那放那个垃圾桶 这个 放垃圾桶 对他来讲好不好 当然你的钱就变成垃圾了 不值钱了 本身来讲 第三个 这个财位不可以是一个窗户 窗户财就跑掉了 就是说你一进门鞋再讲 那刚好是窗户 那财就不见了 所以你没有财库了 你钱就不见了 再过来 这个要注意一下 财位的一个地方 可以放什么 可以放聚宝盆 可以放聚宝盆 可以放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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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什么 可以放这个五路财神的 中路财神 赵公民财神 但是记住一下 记住一下 不可以放水 因为水 无疑的把这个财神推向水里面 所以说放水是不可以的 所以一进门鞋对角 这个地方 不可以放鱼缸 不可以放水色 一定要记住 那可不可以放福禄寿三尊 可不可以 或者是 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我们的水晶 紫水晶可以吗 紫金洞可以吗 可以的 假如是属于招财的方面 都可以的 所以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是一定要晾 一定要干净 一定要保持清洁 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这给你参考一下 那刚刚有个朋友说 要怎样才知道 方向左青龙右白虎 进门的一个背向大门 好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我们把这个先稍微擦一点点 擦掉一下 所以各位朋友 柴味的东西非常重要 你可以放植物 包括什么 我说我不要放水晶 我也不要放聚宝盆 那我放什么植物 叶子大而盐的植物 记住啊 不可以放那个仙人掌 叶大而盐之盆栽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开映竹可以吗 一节一节 这样节节高升的 开映竹可以吗 可以的 开映竹OK的 没有问题 好 那刚刚讲说 这个左青龙右白虎 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们正确来讲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讲到看左青龙右白虎 我们一定要站在房子里面 比较好 房子 房子 从房子里面的客厅 这个是代表客厅 我们站在客厅 看出去 看出去 这个看出去的前面 这前面 我们所看的到的这边 我们称为叫做明堂 明堂很亮的一个堂 我们也可以叫做 叫做前珠雀 那这边叫左边 所以这个门是开在左边 叫做左青龙 左青龙 这个地方叫做右 就是右边 右是白虎 白虎边 后面我们叫做玄武 玄武就是龟蛇 玄武 玄武是我们讲说龙龟 龟龟龟蛇 龟蛇在玄武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左青龙右白虎 所以说你不要从外面看进来 这样会左右会点倒 你一定要从里面看出去 左青龙 所以说假如说你的房子 白虎边全部都是100房子 你的龙边都没有 那我告诉你 比较女人比较容易掌权 而且你有可能 比较容易换小人 因为虎边高 是不可以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在我们的风水学上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定要注意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所以 请各位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希望 有这个 我们是希望 帮忙 公开分享 分享最多的两位 我们送 这个 这个如意 如意的开因益罪 我们希望 能够帮助到你的财官运 所以 我们 分享最多的 两位 两位得主 我们是 免费包邮 给你 那价值 是488的 这个如意 这个 开因的益罪 让你能够开因 又旺财 又如意 所以 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在这之前 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本身是 目前有 我们是30年的风水经验 我目前担任 马来西亚全球疫经风水运理学院的院长 我也是 台湾东方疫力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现任会长 那我本身 毕业于中国 这个 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所硕士 我本身也是 这个 台湾的佛光大学 未来所硕士 这个是我的证书 这个是我的 大陆的 这个南开大学证书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佛光大学的证书 那我本身有出版了十本书 那我有得奖 得奖 这是在民国98年 这个 这个是教育部颁发的 这个金师奖 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颁的 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奖项 给你参考一下 好 接着 接着 再来 这是 2012年的 2012年的全球周易 专业 这个培养基地 这是我在这边有在教学授课 有教学授课 这个 这个是大陆 这个 这个世界各地来的一个协会 肯定我的这个教学 那各位朋友 我本身也有出这个罗盘 我这个罗盘 在台湾是销售第一名的 这个第一名是罗盘商告诉我 我的销售非常好 因为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各家各派的一个秘诀 包括 三年全宫国宝 包括悬空飞心 包括八载民进 东西四命 这种的 符慧生气炎年天一 还是说 九星飞薄 这个生气啊 旺气啊 死气泄气煞气 还是那个悬空飞心的数字 一经六四卦 我们全部融合在这边 所以说 这是我的专利罗盘 各位朋友 这是我在台湾 就蛮销售的 那马来西亚这边 香港那边 都有 都有看到我的这个罗盘的蹤跡 我们把各家各派都放进去 所以说假如你会操作这个罗盘 就非常轻易掌握英宅 掌握洋宅 给你参考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 这个下一位的朋友 这个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陈先生 陈宏显先生 我们看一下 来 好 是2004年1月1号 我们1月1号 所以说 是魁魏 魁魏夹子 这个己有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陈宏显先生 这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 你的笔画术到底 好不好很重要 但是你生孝学对不对 也很重要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加起来是第一格22 这个是总格加起来 是38 再过来外格加起来 是属于这个16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要注意 这个去克天格 糟糕 这个像个 这个是凶术 所以这个是 这个叫做得名不得利 得名不得利 做了半天是做给别人的 好 所以说这个红弦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名字 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其实是强的 长辈的贵人比较少 长辈的贵人 本身来讲比较少 贵人方面很少 就是说 第三个 你的财库也破掉 还有财库 你的财库本身来讲 是破的 第四个 你这个很容易换小人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重点就是说 你这个羊这个字 羊不可以用这个 显这个字 尤其是这个羊 羊跟这个被 被字是龙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财库都有破掉 财库都有破掉 所以说这个字本身来讲 就是代表说 哎呀你人生中好 你付出蛮多的 可是回报 不大 回报很少 那从你的 从你这个格局来看的时候 你这个其实 你的八字里面 你看 你这个 这个是正官 这个是偏财 所以说你的关心 在这个地方 其实蛮不错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 你本身那样 这个名字 这个八字是带桃花 所以但是这个毛 又跟这个产生什么 叫做三型 所以说你的婚姻上面 会有问题 所以说 这个政长来讲 就是说 陈先生本身来讲 一定要在结婚 婚前 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你就要晚一点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婚姻会面临挑战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很清楚 你的五行里面 我们清楚告诉你说 你喜欢这个火 木火是你的喜用神 所以说 这个 陈先生 你本身可以多穿红色 混红色 紫色 或者是橘色的 还包括绿色的 对你有利 可以 发展方向 记住啊 往中南部方向走 或者东部走 都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 红可以 可是呢 还是克天 不好 所以说 有时候笔画术好 生肖对 但是呢 就是说 它还是有瑕疵 是因为它的五行有相克 所以说这个名字 本身不理想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就是 李易 这个 钻 我们看李易钻 小姐 李 这个 李 七话 这个 义五话 这个钻 这个钻 因为这个是 青钻的钻 这个钻石的钻 要写成这样子 要写成这个字 所以算的时候 变这个字 这个字变二十七话 所以这个加起来 这笔记 比划说是三十九 我们看一下 1974年的 所以说是老虎 甲乙老虎 这个是乙骇 乙士 这个是吉士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李小姐的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地方 是六冲 所以说 你的婚姻宫有被冲破 所以你婚姻方面 你要非常小心 婚姻是不好的 不利的 所以说 你今年四十五岁 一定要顾好你的这个 这个刚刚讲说 婚姻感情 要注意 今年你是四十五岁 你身上属老虎的 老虎 老虎 老虎要记住一下 老虎本身来讲 他用玉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老虎不可以用这个金 这个金啊 这个金本身来讲 对他的不好 因为什么 金位克老虎墓 所以说 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缺点 那我们来看看 假如依照比划数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他的比划数里面 也产生凶下 尤其是 我再强调一下 李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总格三十九化 就总格三十九化 是破坏婚姻的 这个会比较晚年 会比较孤单孤独 对婚姻上面 其实是有杀伤力的 所以婚姻这一块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的这个八字婚姻也不好 所以你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根本没有配合到你的这个 名字没有配合到你的八字 所以才造成说 你有问题 所以说你 你人生中肉财蛮多的 所以莲花仙 你付出蛮多的 可是有没有得到感恩 没有 所以付出多 你的 你受人家回报 本身来讲是 非常的少的 真的要注意一下 而且你本身来讲 真的是 是一个贤妻良母 帮人家做的 帮老公 帮家人付出很多 贤妻良母 但是有没有 但是你的身体要顾好 通常你的问题 会在下半身的毛病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你这个有冲破掉 你要注意一下 我还建议你 你穿红色混红色衣服系列的 对你来讲是好事情 好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曾瑞芬小姐 我们看一下这个曾 曾小姐 曾是十二话 瑞 瑞 这个分 好 这是1974年的 十一夜的 我们看一下 是老虎的 今年还今年一样四十五岁 好 好 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曾瑞 瑞芬小姐 来 这个草字头算六话 这根基康基之典 这个王字头算玉字旁 所以算这个瑞是十四话 好 这个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整个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一下 这很显然的 这个名字 有商道 商道婚姻 来 我们常常强调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你要注意一下 人格代表你的 年轻的你 这个 中年之前的你 这种格是中年之后的你 这两个街胸 代表你的财官受伤 财官受伤 蛮严重的 所以会影响到婚姻感情的变数 我们讲说换小人 这些都是因为财官的受伤 婚姻方面的变数 所以说 这个郑小姐你要非常小心 而且老虎对这个瑞来讲是很好 对这个分完全都不好 不好是因为什么 因为老虎不喜欢草原 所以你的财官没有搞头 所以事业做不大 就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的财心 一个偏财在这里 一个正财在这里 所以你正偏财有双透 正偏财有双透 其实可以做一些投资的东西 投资方面对你来好 可是你会烦恼 你会烦恼钱 你是属于精命的人 精命 所以说烦恼在前面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尤其烦恼中的以前 以金钱还好最多 再来就是家庭 所以说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五行告说 你本身来讲你喜欢的是火 所以红色混红色 对你来讲好 或者紫色的 或者橘色的 对你来讲蛮不错的 所以穿衣服 或者是家里的饰品 你用这个红色混红色 对你帮助很大 但是你的名字 对你的婚姻感及的杀伤力 是很明显的 要注意 这个到了 可能会有孤单的现象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才观差 还有注意出外的时候 要注意交通意外 因为这个总格36号 跟交通有关系 OK 所以说这个名字是有问题的 跟它八字 好像配不太起来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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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更多 分享最多的朋友 我们有两位 我们送这个 这个 就是 开印 如意开印医罪 非常重要 所以公开分享出去 分享最多群的 我们可以得到 价值488的 如意开印医罪 包友送给你 希望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在八字出来之后 假如说本身来讲 会有一些瑕疵 这不可能会 实前实美的 所以我们要有感恩之心 感恩父母 感恩父母的养溢之恩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们心存善念 多做功德 多做功德 所以这个坏的因 就远离到我们 我们自然来讲 就能够有这个 好的一个 这个福报 所以希望 各位朋友 我们一定要多行善事 多积德 就是说非常重要 我们感恩 我们心存善念 这些都能够让我们 能够扭转乾坤 能够有福报 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这是邓 邓利 邓利斯 看一下邓利斯小姐 这个是邓 是19 实例 19 13 是1980年1月11号 所以还是 是生肖属羊的 就是几位兵丑 再来睽位 好 我们看一下邓 邓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库都形成一种 葱 通通葱 这个葱 会影响到你六亲 六亲方面 会比较严薄 而且 这个葱也是代表什么 婚姻 因为这个都是你的什么 这个是你的七煞 你看 你的七煞 七煞 所以说七煞 在太多 所以说你要注意 七煞太多代表开刀 代表血光 这个血光包括说意外 意外 包括开刀 所以说你这个要很注意 这个要注意交通 然后你的财 你的财后面 三个库等于没有库 财库被冲掉了 所以说你的钱 老是不见了 财来财去 来 我们看一下名字 能不能补救 能不能补救 所以说 你本身来讲 可能会比较看不开 所以有时候你会自行烦恼 把什么事都藏在心中 不愿意讲出来 这样的话 越压越大 是对你来讲不好的 那我们看看 这个名字 对我们的影响力 到底有没有补到 我们知道财库破 然后婚姻感情 也不是那么理想 六七的方面 不够强 那这时候 我们在名字学里面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补强 补救呢 看一下这个 这个 我们发现说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 邓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外格是十四化 外格十四化 本身就有 有雪光的意思在里面 有交损友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 当然脾气上 也会有 会比较强一点 这个雪光在这边 你的名字中带雪光 你看 你的八字中七煞过多 也是带有雪光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名字里面 并没有补强你的这个名字 没补强你的八字 反而你的名字的凶相 再加上八字的凶相 变成会变成真 所以你要注意 身体上的开刀 或者是雪光 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得名不得利 帮人家做了半天 功劳是别人的 自己 自己没有得到 叫得名不得利 所以说这个 不是很理想 而且本身来讲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五行六 产生相克的状态 所以说你凡事 凡事都是亲力亲为 你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做 亲力亲为 做了要死 但是有没有人感恩你 没有 你这个五十一化 就是先急后凶 先急后凶 所以说这个 要注意一下 然后你是羊 羊其实 不适合用这个立的 因为立有千年路 路 路代表龙 所以说你这个 内心世界 这个言也是龙的意思 所以说你意思告诉你说 你这个名字的事业 好像有事业 可是赚得不多 看得到 但是赚不太到 这个时候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大部分都是 心急上会比较 但有以烦恼 你就要注意一下 婚姻这一块 没有补上 代表说 因为这立是龙 龙跟他是天楼地王冲 这两个夫妻公都冲破了 所以说你的名字没有补到八字运 所以你在感情 交通意外这一块 你都要非常小心 OK 这个是邓小姐的 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 这个是杨俊杰 我们看一下 我们希望说 你能够取一个好名字 好名好英来 但是我们不像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已 我们的笔画五五行 财运通通要考虑进来 通通要考虑进来 这个才是完整完美的 所以说这位朋友 他的笔画素是不错的 记住一下 笔画素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看生肖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 有长调生肖而已 生肖是其中一枝 一枝 是很重要的 可是笔画素五行 一样都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说你是前面性的好 1983年12月18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是奎骸 奎骸甲子 甲子庚尘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杨先生你要注意一下 杨先生你本身来讲 因为你生肖属猪的 是水 水猪 水猪 所以猪呢 猪用站立 是牺牲 所以说 这个位置是替 替妻子牺牲 所以说牺牲付出 所以说婚姻方面的话 跟老婆牺牲还好 不是 比较没关系 因为立 他出头就是替人家牺牲 这个猪 猪有脚的话 就是急凶参半 所以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算是平顺而已 并不是很强 平 平顺 因为猪 其实要翘脚也是 有他的难度 不是很那么理想 这个猪啊 不喜欢有人 不喜欢有带武器 所以说这个 这个对你的财官都有伤到 这个财官后面 你要注意 你的财官 有在名字中有受到伤害 所以说会赚的不多 你要注意一下 那 虽然你比划术都不错 我觉得你的比划术很好 会有补助作用 可是只是 你用的不完美 你的生效不太对 那我们看一下 你是庚臣 庚臣的叫做什么 叫做奎甘 所以说你是奎甘命的人 不可以吃牛肉狗肉 所以杨先生 你牛肉狗肉 你是不可以吃的 你要吃 包括汤都不能喝 你要喝了 对你的财官会有影响 那你的个性上会比较强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菊里面都是水 呈现水 这个是金 这个是水 所以杨先生你要注意 在八字学中 金很旺 水很旺的时候 比较容易换桃花 但是桃花有两种 一种是人际关系的桃花 一个是男女不正常的桃花 希望你的心很正 那就变成人际关系的桃花 对你的事业帮助很大 你今年36岁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的五行里面 你的八字 其实你喜欢 你喜欢火跟木的 所以你记住一下 你从事火木的工作 对你来讲是好的 火是什么呢 生化科技 食品 厨师 电子类 包括军人警察 律师 都是属于火 那至于说 木的工程师 设计师 或者是工教人员 做老师 补教业的 都是 所以说你可以 朝这方面去选择 不过我强调重点就是说 各位朋友 我们要很注意的 就是说 我其实 其实真正来讲 一出生之后 就可以开始算八字了 假如说你到年纪这么大 三十多岁再来算 你说你从事什么行业 都已经太慢了 因为你读的科系 都不是那个行业 也不能回头了 或者是你年纪 已经五十岁了 你在你本来你的运 在三四十岁走运 应该要冲的时候 你去打工 等时间过了以后 退休想要再做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奇怪 为什么做的都不会成功 原来是因为你的运 已经走完了 或者一种情况是 你命中不是老板命 那你偏偏去开店当老板 那你当然就很容易破掉 所以运不够 又没有老板命 那你增加你的失败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有法有破 你八字中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们看八字中 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过了 命是越早算越好 不要等到老年纪大的时候 再来算 孔子很喜欢当官 他的学生不乏达官贵人 但是呢有没有 他每次去做官 做没有多久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孔子传就知道了 所以他讲两个 有关于命的名言 就讲一 就讲了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岁知天命 假如我们用平庸的解释 这样会不会太慢了呢 人生已经过了五十 都已经盖了一半了 虽然人生七十才开始 可是五十岁已经太慢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就是说 君子不知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所以孔子都告诉我们 其实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命运 我们要 我们相信他 但是我们不要迷信 我们的最主要的能量 还是在自己 我们是当家做主的 OK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朋友 他问生意的 看一下 想说他是问生意的 四一五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四一五 我们把它挂向 把它找出来 就是正 就是看 正者为雷 坎者为水 就是雷水解 好 他的变窑 我们看一下 他的变窑 这个变窑到底是 自己的窑度变 这个是 在这样形成一个变窑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样不动 这个是地 这个是坤 坤为地 这个是坎 坎为水 所以说 这个地水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位朋友 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是雷水解 这个解 这个解就是 春冰融解 再讲一次 春冰融解 所以说 大地 大地开始 开始变了 所以说 开始融解了 所以说 冰雪融解 万物 欣欣向荣 所以这样 德文做生意好不好 这种意思 好的现象 很好 所以说这个 雷水解 是有什么 春天的冰融解的 所以他有 欣欣 欣欣向荣的意思 欣欣向荣 但是 但是我们变窑 我们要注意一下 他是地水师 地水师 这个师蛋呢 就是准备打仗 为什么呢 因为地水师 出师嘛 所以说这个 这个师本来讲 就会 基本上就是不安 不稳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就告诉你说 可能最后 可能要注意 有点困难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个刚开始不错 但最后会变得比较困难 但你就要很小心去处理 所以说 要先磨合动 也就是说 你这个要打持久仗 才会成功 所以说 你什么事情都要有计划 看开始可能不错 但最后可能会 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说 你必须要去破解他 所以要代表你要耐心 要努力 要奋斗 要持久 才能成功 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说 要准备好 应酬帷幄 准备好 你就能够成功 意思是这样子的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再来看 这位朋友 中 这个是中会 中会庭 我们看一下 中会庭小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名子学里面到底如何 我们看一下 天格18 人格29 地格24 加起来是41 总格41 外格 外格加起来 是属于13 然后 是1993年1月1号 所以说是 生肖属猴子的认生 认生 认子 这个任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小姐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婚姻上 你要小心 因为这个是你的命组 这个命组 因为这个地方是造成了什么 这个子午冲 这个婚姻被冲掉了 要注意 因为你今年27岁 在婚姻的选择上 你要非常小心 还来得及 呼气功有破 所以要提早防范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交男朋友方面 要很谨慎去思考 不要情感用事 不然你会吃亏 婚姻是一辈子的 交朋友 有时候 就是说 深入之后 他可能被永久的一个婚姻关系 所以说 就对你来讲 要非常小心 我只能告诉你 你一定要很小心 谨慎 谨慎交男友 生交男友之前 要给父母亲看过 长辈看过 来提供你意见 来破解 不然你婚姻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比较会固执 因为你这个都是比肩 所以说你的脾气上 其实你脾气上也不弱 那你跟父亲的关系 不是很强 不是很深 所以希望你跟父亲方面 要多去跟他接近 有时候多互动 对你来讲是好 因为你格局中没有带财 所以说你想要做投资 大投资很困难 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八字 是打工领心最好 走正财 不要走赌的 不要走money game的 你要去注意一下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你这个名字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笔画数全部都集 看起来都是集 集是好事情 可是有没有 你要注意 这里有一个水 气 水气 克火 要注意一下 中小姐你要注意 水克火 当然就会有感情上的问题 你要注意一下 水的克火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交通意外 所以你驾车开车你要小心 这个老的时候你要注意心脏够不够力量 这个是中风的标志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你的五行中金水太强 你的木火是你的吉神 所以说希望你要吃东西的时候 多吃红色的像枸杞子 或者是红苹果 红的东西 胡萝卜 红色对你有帮助 气因有调整 你八字真的是 就是说绿色的蔬菜也要多吃 因为木 对你来讲你是缺的 所以你可以多穿红色 红苹果色 这个紫色绿色的 还包括橘色的 对你来讲都很好 所以说这个名字里面 很可惜就是说 它五行有相克 所以说这个结婚以后 为孩子付出蛮多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可能就分析到这边 所以很感谢大家 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 我们是我们的节目 有这个批算姓名 这个简易的看你的八字 土挂 以及这个风水分享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还是跟大家 强调一下 我们一定要行善积德 我们叫孝顺护母心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礼拜下一次见